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右侧送出横传 阿尔贝托门前用脚后跟把球踢进球门 阿尔贝托这次射门方式的选择很有想象力 第32分钟 纳布勒斯扳平比分了 泽林斯基在禁区外起脚远射 踢球被挡了一下发生折射 钻入球门左下角 这种折射对于门将来说太难了 第39分钟 迪洛伦佐在右侧底线附近起球船中 踢球飞到后点 奥利维拉跟上直接凌空暴射 结果踢飞了 半场结束 双方踢成一比一平手 下半场一边再战 泽林斯基大力抽射 门将把球扑了出去 第52分钟 拉奇奥再次取得进球 安德森送出横传 阿尔贝托把球一漏 连填大地得球带进禁区 抽射远角 球进了 这个日本球员给利亚 射门质量很高 纳布勒斯忽然倒下 再次陷入了困境 6分钟后 泽林斯基外围尝试远射 这一次踢偏了 第65分钟 拉奇奥进行换人调整 连填大地被换下 共多齐替补上场 而纳布勒斯也进行换人 马里奥比鲁伊和拉斯帕多里替补上场 奥利维拉和科瓦拉茨赫利亚被换下 第68分钟 扎卡尼突入禁区 单刀低射打进 但因为越位在先 进球无效 之后 共多齐抽射破门 但也是因为越位在先 进球再次被捶掉 第78分钟 奥斯梅恩大力抽射 踢飞了 踢球直奔观众席 最终 纳布勒斯主场沦陷 以1比2输给了拉奇奥 爆出了冷门 更多精彩足球内容 记得点击关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